Hello,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木木 各位好,我是Alan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Alan,我最近听到一个新闻 我真的是特别的愤怒,气愤 什么事让你能气成这样子 就是中国华侨在法国造了枪击的这个事啊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transgression 就是犯罪 就听新闻说这个从警察进门 到这个华侨被枪杀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的事件 这的确是一个特别令人心痛的消息啊 但是既然我们聊到了犯罪 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 我觉得 非常赞同啊 刚刚Alan讲 暴怒的人通常都比较容易犯罪 因为你想想啊 人在暴怒或者是特别生气的时候 做出来的事情都特别的不理智 是的 对,刚刚Alan还提到 这个一个词叫做hot head 是一个名词表示鲁莽的人 很形象嘛 这个词hot表示热的 head表示头脑袋 这两词放到一起 不就是热的脑袋吗 那不就是脑袋一热吗 对吧 对,脑袋一热 热的脑袋就容易怎么样 叫做容易transgression 容易犯罪 诶,transgression 你这个词听上去 好像有点高级啊 就比较长嘛 是吧 对 音阶比较多 听上去特别难 但是这个单词其实特别好记 trans 它是一个前缀 T-R-A-N-S 表示改变 转移的意思 那么gression呢 它有一位的意思 那么说transgression 就是改变 转移自己的位置 做出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阅位的事情 那自然就是犯罪了 这么些单词 没毛病 那必须的 这个就来到了 这个美国 他们希望帮助 并且他们实实在在的 帮助了美国 完成了这个 横贯大陆的 这么一个铁路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还没问 你问吧 我问就是这个铁路是 横贯美国东西 还是横贯美国南北 当然是这个东西了 横贯东西的 为什么 大陆 它那个时候 那个密西西比和乙西那段 很荒芜的 什么都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鸟不拉屎 对 然后就是修了这条铁路 大家就可以去 建设这个美国 另外一块 这个就跟我们开发西部 差不多 这条铁路是很有名的 叫什么名字 叫做太平洋铁路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木木老师懂得还真挺多的 那当然 以后叫我百度小百科 其实这条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横贯大陆的铁路 原计划要花14年 它才能修建完成 但是呢 由于非常多的划工 非常积极的参与 仅仅用了7年 就修建好了 哇塞 整整缩短了7年的时间耶 对 虽然这是件很感叹的事情 你也不用用这种 二次元的声音 在跟他讲 虽然是缩短了7年 但是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修这条铁路啊 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修 只能证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看你那么好奇的眼神 就是Transportation 交通运输的重要性 交通运输 你想想啊 这个美国政府 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了 交通对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啊 经济之间的融合啊 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所以呢 就非常明智的 决定修这条铁路 我觉得这个人民之间的交流 可能政府通常来说 不会考虑那么多 关键还是这个经济之间的 这个经济的发展 因为那么大一块地儿 是吧 你要把人运过去 才能给你卖力啊 把这国家建设起来 没错 对吧 对 我刚刚提到了一个 以Trans作为前缀的单词 前缀的单词 你发现了没 发现了前缀 发现了没什么单词 这个Transportation 对吧 对对对 没有错啊 这个现在呢 我们的联想记忆大师 Ellen就要告诉我们 如何记忆这个单词了 好 请大家站起来 哎 抬起你的左腿 停留五秒 然后呢 放下 然后抬起你的右手 好 转三圈 这个仪式很重要 好 做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记单词了 这个时候 你做完这一套动作 单词记得快又准 这个Trans 它是前缀的意思 表示这个穿越 穿过 Port呢 是港口的意思 你想想 穿越一个又一个的港口 来到从港口A 来到港口B 从好望角 来到了佛罗伦萨 这样子你不能缺少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就是船 对 所以说这个船要在哪里对接 要在这个港口 是 所以说船在港口之间来来回回 它就是一个 运输的过程 对 这是运输 或者说运输工具 工具的意思 果然瞬间我就记住了这个单词 真是厉害 对吧 你说谁厉害 说你 这个方法比较厉害 好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上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Alan 我们下期见啦 咱们下期见了